首先就是业余球友到了一定水平 怎么提升 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 做技术升级 就技术升级是什么效果呢 咱们就拿一个杀杀王举例 你现在放了 你现在后场是这样发力的 然后接着往前的扑球 往前扑球还是对的 对不对 我还没有这样打 我做了封网的动作 好的 现在我做了技术升级 首先 你从一个这样的站位 框架变紧凑 那会导致你登转的架拍 构成非常快 那么我后场发力的进阶呢 又会让我的重心摇摆非常小 那我这两件事提升了之后 我的动作就变成这样 而且我后面不用并步了 做个交叉步加说 那你只是做了这一点点改变的话 你从球数上来看的话是完全一样 就是你这样的挥拍 和这样的挥拍 我说怎么这这么远 哪个快还不一定呢 因为都是大臂带动小臂的这个过程 你大臂带动小臂完了 球击完了 你大臂跟下去 是没有目的的 你大臂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昨天直播重点讲的 大臂的目标就是甩动小臂 也就是说甩完了 你大臂停在这 也是卸力完成了 旋转了 球拍形变了 回弹了 卸完力了 你顺下来是放松 你弹起来是放松 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不会大臂带动小臂 那肯定做不到 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升级 我们就从这两个动作看 变成这样 你感觉谁的失忧率更高 而且更低呢 就谁的体力消耗会更慢一些 难道看不出来吗 谁的重心摇摆更小一些 所以说你在跟一个比你打的好的人 在打的时候 你失误了 你比对方先累了 那么你说的理由就是 我体力不如你好 我今天失误多 这拍子不称手 灯光不行 场地不适应 反正就不是自己的框架不行 我没说你的技术不好 因为我用你的动作 我也失误率很高 因为我们在练球 就是在追求一个什么 技术简化 能力瘦化 技术越简化越好 能力 野兽的瘦 就是越强越好 那这个就能变强 你怎么突破瓶颈 那肯定咱不能力瘦化去 咱都业余求 大家都上班 岁数都到这了 咱怎么瘦化 瘦两下进ICU了 那肯定是技术升级 好 你比如说 刚才有朋友问 偷后场 就如何我能把偷后场的仨力 偷好 好了 技术升级来了 普通球友偷后场 伴随着尾利 可能还伴随着尾利 大家一架拍 这个手 往后这么 往上这么一抬 首先你看这个洞子 它隐蔽吗 你别管它伪不伪力 你说它隐蔽吗 这球偷出一块吗 它有什么欺骗性吗 没有 再看这种呢 我拿在这里 我说发小球就发小球 杨杨杨杨杨大哥 你干啥呢 这正讲着呢 好对不对 我还拿在这里 我好像就跟发小球一样 对吧 很小的一个动作 我就能把这球给偷出去 而且速度非常快 那我们是怎么把这个发力 给闪出来的呢 首先如果你是这么发力的话 就说明你根本就不会 偷球这个动作 我说了 只要是发力 都不能违背什么 力传导 那它现在存在大臂带动小臂吗 不存在 大臂带动小臂 一定会有一个动作 叫做肘仙动 顶肘 抬肘 都叫肘仙动 那它肘仙动代表了什么 代表着大臂带动小臂啊 有可能存在 这是一个理论之称 就有 抬肘顶肘 这个动作的存在 你才有可能甩上小臂 就带动上小臂 因为肘 是你大臂和小臂的连接 很多人肘疼 什么网球肘 高尔夫就走 你碍什么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没有力传导 没有使用大臂带动小臂 那咱们就说偷球这个动作 我把球框架放在这里 你无论用什么框架 你愿意怎么摆 我都无限不管 我就说这个发力这一下 我的小臂没有顶肘 它是直接跟着大臂去做延伸的 看到没 你引拍就算 你现在这不叫顶肘 你是叫引拍 你没有大臂动 看到没 你大臂现在没有动 你是直接小臂向上一抬 它有大臂在动小臂吗 没有 而且最后的结尾是什么 你的小臂和大臂是一起在动的 整个肩膀都在做动作 就和你正手 这样的动作是一样的 明显就看小臂和大臂打成一条线 什么叫打成一条线 就是它们没有先后 不像我这种挥拍 看这一下 那我偷球是干什么的 好 注意 我的球拍可以往后引 但是 你要明白 是往后引的 还是往前顶着走造成的 因为现在如果拍子不动的话 我有两个方式能出这个引拍的动作 一个是把球拍向后拉 这是你们的动作 我不是 这样肯定是发不上力的 我想发上力 是不是就得从这样开始 这是不是一个能发上力的感觉 对不对 引拍了 那我除了把球拍向后拉 能出来这样的动作 还有哪个动作可以 还可以拍子在这个平行线上 不要动 然后怎么样 你把肘先向前 那现在它是不是可以发力 首先这个动作更小 第一个动作 你主动拉拍的 第二个动作 你往前顶肘 哪个更小更快 你没引拍 但是拥有引拍效果 而且还有大臂带动小臂 这就叫做技术升级 看吧 再看一遍慢动作 从这个位置看我的肘 准备投球 肘先向前 好 这时候引拍就可以了 然后 小臂 小臂可以出 现在发力了 因为大臂已经 已经开始有了带动作用了 你要借着这个引拍的力 把小臂甩出去 你看大臂一向前 小臂就向前 这是一个感觉 看 大臂一向前 小臂一向前 你看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 那这就叫力传导 我就要顺着这个 很自然的这个力 去主动发力 那就叫做力传导 那这时候手腕手指再进去 那这个投球就不一样了 明白吗 那你说 刘教练 那这个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技术升级吗 当然了 因为我发小球发大球全在一面之间 就我不出手 我正常的动作 你看我发小球 我也有这个动作 对不对 我发大球 这一样啊 我不出手 你不知道我干嘛呀 你说他上线高不高 而且失误率还低 控球还准 为什么 我说发的圆角就发圆角 不说发的近角就发近角 因为动作小 你想想 我这么小的动作 如果都瞄不准 你凭什么你这么大能瞄准 那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这是一个 那么技术升级 那你会了这个感觉之后 你会发现 还有哪些地方 是这样的发力呢 抛砖引玉 你会发现 你当你会了发球 这样偷后场之后 来 你跟他相连的这些动作 跟他相连的这些动作 这个肘看到没有 这个摆 好像 我怎么感觉 好像 就是这 就像 就像这种 我拿手抛吧 好像就像 这个就好像都变快了 没错 有吗不一样的 他都是一个发力体系里的 只不过一个是拿手 拿着球 一个是什么 对面球过来 对面过来的球 你还能借力呢 左边 过来的球 你还能借力呢 更舒服 没打到前去